S 你好 那你的答案是什么 因为我刚刚受了冯岛的灵感 让我觉得我想要跟我的女儿交换人生 那你的这个好奇心是想探索哪些方面呢 当然就是觉得我这个妈妈做的合不合格 还有可以得到爸爸很多的宠爱 所以那你觉得现在还没有得到足够的爸爸的宠爱吗 本来是有啊 现在都被我女儿抢走了 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交换 你会想要从哪些方面得到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呢 因为我小时候被我妈打得蛮惨的 长大之后跟妈妈感情才好的 所以我想知道我跟她从小就感情那么好 一直到长大会是什么感觉 好 那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你的生活态度 你会用什么来形容呢 后观斩将 那事实上呢 这一道面试题是我们汇丰中国信用卡的面试题 那汇丰中国信用卡 它倡导的是快遗生活 既家既想的生活态度 那大S对你和你的另一半来说的话 你们谁在生活当中 更符合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态度呢 应该是我吧 因为我老公是商人的关系 所以他比较会斤斤计较 那因为我是一个数字白痴 所以我都是我妈妈跟我讲说 你快要破产了我就不敢再花钱 然后如果他没有说这句话我就可以花钱 所以你更加会享受当下 是 好 谢谢你的回答 谢谢 好 大S 然后刚才你提到你的老公 我想问一下 有没有想过跟你的老公交换人生呢 我不想跟他交换人生 不想 为什么呢 如果我跟他交换人生 我就失去对他的好奇心了 想保留一种好奇对吧 对啊 如果你可以跟小S部分的交换 不用全部交换人 只是部分的交换 你会交换到他身上的哪些 他人生当中的哪些部分 我想跟他交换他的反应聪明才智 虽然智慧不是说那么的深 但是他的聪明跟反应真的是很惊人 那他有什么地方 你不想跟他交换吗 不爱洗头洗澡跟洗脚 好 感谢你的回答 谢谢 你醒了 哈哈哈哈哈哈 都打呼噜了你知道吗 都给你拍下来打呼噜了 哎笑死我了 S姐你在认真答题的笑 他也要睡了 让他呼呼大睡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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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